为什么女明星的眉毛自然有形 还能让淡眼变浓眼 而你不对称 不均匀 化成毛毛虫 13年明星化妆师 今天就三招教你化出自然颜色眉 零基础不挑脸型和妆容 新手也能一秒get 第一步选对眉笔 新手化眉掌握不好力度 容易一笔化成那笔小星 下手中了 要么就是化出键结块 甚至笔芯直接断掉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选这种硬芯眉笔 比如只穿袖砍刀眉笔 我当然13年化妆师 给阴阳化妆一直用的就是它 它是游活配方 说白了就是只在有油脂的皮肤上才显色 可以自然填补在眉毛的缝隙里 不会像普通的软性眉笔一坨坨的 越表越黑 上脸的效果足够自然 它是哈酒硬质笔芯够硬 能削出很薄的砍刀头 还不容易断 它薄薄的刀锋可以勾画出根根分明的毛流 轻松画出明星上镜的自然眼神眉 对新手来说更友好 防秤还防水 第二步怎么画好眉毛 不管你是淡眉还是龙眉 都要遵循上须下实中间深两边浅的法则 淡眉本身眉毛比较浅 没有眉型 我们要做的就是竖形加填充 第一步用三点定位法找到眉头 眉峰眉尾 第二步垂直拉笔 用刀锋画出自然感的眉头 第一笔向外 第二笔垂直 三四笔向后收 你看真的很自然 像只长出来的毛发 再用刀锋在眉峰处 向下45度画出眉尾 然后顺着眉尾的走向 画出毛流 你看在没有毛发的地方 反复勾勒 也完全没有戳离 对新手真的很友好 不会像阳西眉笔那样 考验技术 感觉不好力度 眉尾就可能结块 简张得很 第三步横向拿笔 用刀面给眉毛铺设 塑造自然的阴影 让眉毛更有层次感 你们看 反复甜色也依然很自然 不生意 在刚刚勾换毛流的区域 叠加也不会糊在一起 最后再用刀尖 在眉毛空隙里 补点短处小油毛 如果你的眉毛条件比较好 比较浓密 只需要填补不均匀的眉毛缝隙 就很自然了 先用刀面 给眉毛空缺处 快速铺设 用刀锋勾勒毛流 下笔重 收笔轻 你看 跟野生眉 衔接的也很自然 最后再用刀锋 在眉头勾勒毛流 这一步虽然看着很简单 拦就拦在工具上 很多龙眉用了普通的软性眉笔 反而越描越浓 整个妆面过于突兀 不如不画 就是因为颜色会附着在毛发上 导致结块掉杂 但是直升修眉笔就不会 前面我也说了 它是油活配方 只在眉毛空隙间 有油脂的皮肤上色 不会粘在毛发上 想要野生感再强一点 就像大眉一样 用刀尖在眉头再画几率 直升修的砍刀眉笔 真的可以说是眉笔里的大哥大 亮大好用不是吹的 工作室的小助理 断断续续用了5年 用成质量都不舍得丢 如果不会削 可以跟小助理一样 拿去装柜免费削一下 也很省事 公寓上其事 必先利其器 今天这两招学会 对称质量的野生眉 分分钟难捏 你们拿它搭配哪种装容都没问题 感动美妆TBC 给了毛哦